嗨大家好我是Hank 歡迎回到我的教學影片 這個章節要跟大家分享在專案裡面安裝RS Java 那我們先來建一個專案 OK那點開Intel J 那我們開啟一個新的專案 OK 那這邊的話我選擇是Gradle的專案 當然你要選擇一般的Java專案也是可以的 因為使用Gradle的話比較方便 將RS Java的Library import進來 所以我選擇Gradle專案 好那按下一步 好這邊輸入我的ID OK下一步 好那這也是下一步 好那這裡可以選擇專案的路徑 我已經設定好所以直接下一步 好專案開好了那我們建立一個 Class Class來測試一下 好那我們建立一個man方法 好 好 好 是跑看看 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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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專案沒有問題 這邊有跑出finish 那我們現在要 import rsjava 首先我們先打開我們的遊玩器 我們到 rsjava的github 點開 rsjava的github之後 下面這邊它有一個getting start 教你怎麼將 rsjava的library import到你的project裡面 這邊是使用gradle import的方法 那我先將這行複製下來 回我們的id 打開build.gradle 到dependencies這個box下 加上我們剛才複製的那一行 好 那我們再回到github這邊 這邊也有說 rsjava現在目前最新的版本是2.2.2 那我們現在回到我們的id 第一 那將後面的版本 改成2.2.2 OK 那我們直接 import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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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好,这样 import好了之后呢,我要测试一下我的rsjava有没有 import成功 我们回到刚刚的main function 那我们来建一个简单的rsjava pro 各位有看到有点io.reactive x 表示我们有 import成功了 那我们作为一个简单的rsjava pro 那我直接把结果印出来 ok 好,那这个呢,是我的主题 我的可观察的主题observer 那hello world是我有兴趣的资料 那我将这笔资料呢,丢入我的主题observer 那我有一个observer 去对我的observer做订阅的动作 那我这个 我的整个rsjava pro 没有任何的操作值,没有任何的操作 所以我会直接收到hello world 这个字 好,那让我们执行看看 ok,没有问题,直接就是跑出hello world 好,那刚才如果有选一般java专案的 那我们要怎么import rsjava这个library呢 好,我们回到我们的游规器 那我们可以输入 maven repository 那到maven的repository之后 我们输入rsjava2 那这边有一个rsjava 那这边有一个rsjava 那一样,我们使用2.2.2 那进来之后呢,会看到这边有个java档 好,这个java档是可以下载的 那下载之后呢,就可以提供给一般 java专案的import rsjava library ok,那我们这个章节就到这边 那下个章节呢,我会介绍一下 rsjava的前行知识 那我们下个章节见哦,拜拜